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壁垒这个派系 关于如何形容壁垒 我想了很久 最终我得出来了两个字的评价 就是舒服 壁垒和城堡虽然都很强 但是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城堡的强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强 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强 而壁垒这边则偏向于舒服 你玩起来非常的顺手 玩起来非常的逮劲 壁垒他前期开荒很强 后劲也很足 唯一的小缺点就是 他的七级兵还是有一点点的湾纳费 壁垒成的英雄阵容和城堡一样 也是非常的豪华 后勤三杰 外交三杰 三大纲板壁垒各战其一 与之相对应的 人家也有三下之王这种重量级选手 众所周知 四大天王里面分为二大王和二小王 其中鸟仁特和矮仁特到了后期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 弯囊废没出息的 只有强哥和蝙蝠侠 壁垒这边由于有矮人和老树的存在 他们的后劲非常足 开局是干扰树和幸运树 虽然放不上神技 但是最起码能用 然后是特长独角兽的克兰 这应该是巡逻兵里面最差的一个 开局干扰树加巡逻树 这个干扰树就是原版的抵抗力 基本上所有的矮人英雄都会这个技能 关于克兰我在之前的四小天王盘点视频当中已经介绍过了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还能用的副将 既然抵抗力换成了干扰树 那么索格林也是默认退休 代替索格林大叔的就是吉塞尔 深渊号角里面的这个抵抗力 可以降低敌方英雄的力量 既然是这样力量 那么在数值方面就比抵抗力要高出很多 干扰树升到最高级 可以降低敌方英雄30%的力量 到了后期你把敌方英雄的力量降到一点 也不是啥稀奇的事 接下来是壁垒成的金比特杰诺娃 开局就是终极剑术 懂不懂这个含金量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人家还是个金比特 剑术这个东西升到最高级 就可以提升25%的杀伤力 升到高级就是50% 壁垒虽然只有一个远程兵 但是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远程强族 既然是一个远程强族 那么剑术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学的 无论是当主将还是当副将 杰诺娃都非常合格 接下来是特长木精灵的伊沃 要塞成的维斯特人称小伊沃 他是一个三级兵特 特长的又是这种阻力型输出 并且开局就是剑术加进攻 如果你选伊沃当首发的话 他的前期开荒可会非常舒服 尽管木精灵和大精灵的攻防非常得高 伊沃的特长加成不了太多 但是老玩家玩伊沃一般看重的是增加的一点移动速度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站到先手 如果被敌方的远程兵先攻击的话 肯定会损失惨重 这样增加的一点移动速度 就可以保证大精灵可以陷于其他远程兵发动攻击 在壁垒城如果你想玩后期的话 人家也是贴心的给你安排了一个钢板特 他就是孟菲拉开局是初级领导家 初级防御 尽管防御力的成长和泰德相比小有劣势 但是也依然不妨碍他是一个强大的钢板特 一经孟钢板的威名可谓是声名远扬 接下来这个可就更是重量级了 他就是特长库木卫士的罗伊德 特长老术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他开局还有一个外交术 开局有外交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外交三杰人手一个 关键就是人家不仅有外交术 还有一个配套设施领导术 我之前不止一次说过 领导术至于外交术 就比如你想睡觉有人给你送枕头 有了他你可以随时随地 外交不同种族的兵种 不用担心士气问题 然后是后勤三杰之一的凯琳 特长后勤学的全部都是神将 大家只需要记住就好了 毕竟在这种走格子的游戏里面 移动距离就是最大的战斗力加成 关于耿剑将和凯琳究竟谁更强的问题 说实话比较难下定论 这两个一个是开局战术加后勤 一个是剑术加后勤 就像两个考一百分的学生 拿过来你比较一下谁更厉害 那实在是难以比较 但在我个人的心目里面 凯琳还是更厉害一点 大家不要陷入二级管的思维 我说凯琳更厉害一点 是因为凯琳如果考一百的话 耿纳九十九 因为凯琳这个巡逻兵出水戏的概率很高 他出不了火系 而耿剑将这边则出不了水系魔法 到了大后期决战的时候 你没有火系还凑合着过 如果没有水系的话相对有点伤 关于凯琳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他怎么能这么完美呢 这么给大家说吧 这些后勤特 哪怕是开局带了一个学习能力 他也是个神将 后勤学和招魂术一样 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滚雪球的技能 你第一天就会后勤学 和一个多月之后才学会 那开荒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勤学本身是个满分技能 开局带后勤学的还得额外加分 并且咱凯琳开局还有一个剑术 输出方面也是有所保证 我说一句 游戏里面当之无愧的六边形战是不过分吧 本来我还没有太在意 但是呢 现在我发现 壁垒城的德鲁伊的质量 可以和地狱城的异教徒摆手腕了 壁垒城的强将主要局限于巡逻兵 德鲁伊里面是实在没有什么好将领 德鲁伊和异教徒一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智利特 尽管这个智利特质量非常不错 但是和众多巡逻兵相比还是小有差距 并且和异教徒一样的是 德鲁伊的属性也相当畸形 两个人一个是开局一点知识 一个是开局一点力量 并且异教徒身上有的毛病 德鲁伊也是一个不少 又比如这个特长图露成性的克洛尼夫 首先这是一个火系魔法 德鲁伊学火系的概率非常低 然后这个东西哪怕是升到高级也不是一个群体技能 充其量也就是使你选定的部队对付七级兵的时候增加八点攻击力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一个高级的四血七术可以让全体友军增加六点近战攻击 这么一笔就显得图露成性十分的地底 哪怕是升到高级是个群体法术我都当你努力了 接下来这个就更是重量级了 他就是特长疗伤的尤兰德 人们叫他张继忠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啊 原版有个bug 他开局是中级智慧术加初级弹道术 人员号角里面给修复了 现在更加的费拉不堪 他的这个特长局限于什么地方呢 他的疗伤可以恢复更多的生命值 说实话这点加成还不如降低一下疗伤的魔法质消耗 毕竟人们大多数情况之下 用疗伤是为了驱散不利法术的 恢复生命值毕竟只是一个附带效果 接下来这个是死亡阴影的四大主角之一 珍妮特长急救术 关于珍妮我怎么说呢 哪怕是人家约克后来特长了独眼巨人 他的质量也比珍妮高 首先就是急救帐篷这个玩意儿本来就作用有限 并且这个急救术它显示的是最多恢复多少生命值 哪怕是你会了一个高级急救术 你也有可能只恢复一点生命值 就这种技能还占个格子 你能说他是个好将吗 死亡阴影虽然有四个主角 但是战斗力实在是参差不齐 就比如这个珍妮 你怎么看也和肯罗哈格格鲁很有差距 接下来这个就是推迟弹道的英眼特马尔开姆 英眼特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全部都是弯纳费 他但凡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也没有 不过好在理论上英眼特并不是白板 真正的白板是马洛迪亚 经运术最高只能到正三 它开局有个初级幸运术 你还要这个幸运之神干什么用呢 并且本质上来说 幸运之神这个法术也不是啥必需品 反正我玩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主动释放过这个技能 经运值的上限就是正三点 至少原版和深渊号角都是这样 那些说后期幸运特叨叨爆击的 不是脑子有病 就是玩了其他魔改版本 在众多德鲁伊豪杰里面 这个特长霹雳寒冰的爱拉格确实是可以用 霹雳寒冰是霹雳闪电的下位替代版本 一般来说只有在你的霹雳闪电 没有学会的情况之下 你才使用霹雳寒冰 但是咱爱拉格可就不同了 人家特长霹雳寒冰 在它的特长加持之下 这个霹雳寒冰伤害终于和闪电差不多了 低级冰的话小有优势 打高级冰的话还是不如闪电 你说你特长的法术 你平时都不用你特长的话不就是个白板吗 最后一个是个默默无闻的兵种特爱丽丝 他颜值不错 特长的是飞马 但是呢存在感超乎寻常的低 我是直到今天才发现 他是一个德鲁伊而不是个巡逻兵 这个兵种特的知名度低到离谱的程度 他既不像骷髅王沙克特那样远近闻名 也不像强哥蝙蝠侠那么湾纳飞 本身开局智慧家侦察也就非常一般 再加上他既不厉害也不是十分的菜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选择了弹幕对手的打法 看到这儿想必大家也明白了 毕磊城的强将全部局限于巡逻兵 至于他们的德鲁伊 真的就是可以和异教徒掰手腕 但是人家巡逻兵很强 低于并不具备 毕磊城的魔法还是以水系魔法为主 出现火系魔法的概率很低 其中也是夹杂着一些土系魔法 而且人家魔法塔可以见到五级 从魔法上来讲比城堡略胜一筹 毕磊城的舒服体现于方方面面 不仅仅是他们的兵种构造 还有英雄强度 甚至他们的城镇布局和BGM 都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毕磊城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他们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除了物资仓库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魔幻权和幸运权 可以说运气至于毕磊 就如同士气至于城堡 见到幸运权之前 还有一个魔幻权 每周给你提供少量的资源 只不过那个魔幻权建筑成本很高 这个幸运权也是一言不合 问你要十个水晶 由于矮人的存在 这也使得壁垒成了全游戏当中最富的派系 你要想大规模的存钱 金库是必不可少的 每周一你的金库就会提升你金币总量的10% 如果你有两个金库就是提升20% 有三个就是30% 不得不说矮人同志不仅守成能力很强 搞钱的能力也是一流 无论是游戏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打仗就是打的经济 你只要有钱 你哪怕是用地狱这种弱奴 照样可以战胜那种非常穷的元素城 但是咱们不可否认 尽管壁垒成很富 但是和老大抢分员的建筑那是非常的多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壁垒成的兵种 他们的兵种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扎实 首先是一级兵半人马 他没有升级之前就有2到3的杀伤力 8顶的生命值 并且人家产量也是每周14个 虽然他的攻防不如几兵 但是人家移动速度很快 机动性相当强 开荒能力我觉得比丢丢还要强一点 仅促于小蝴蝶 升了级之后生命值达到了10点 完全就是一个小二级兵的水平 半人马不仅前期开荒很强 到了后期他的一毛下去 伤害也是非常可观 你两三百个半人马一毛错下去 和两三百个小怪物一转挠下去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在玩地狱开局的时候 最烦恼的事情就是 开局的木头厂旁边有一群半人马首领 你的小怪物在人家眼里就是带宰的肥肉 二级兵矮人 没有升级之前 他的移动速度和强哥一样都是三点 但是他又不同于强哥 他的属性全方位的强于强哥 并且人家还有20%的魔法抵抗力 升了级之后是40% 攻防都是7点 速度达到了5点 在矮子王的率领之下 真正可以做到草地矮子赛飞龙 并且算上兵种生产建筑的话 矮人每周20个 不话说你无法攻下一个满是矮人和老树的壁垒城 壁垒城的真正重头戏是 散级兵木精灵和大精灵 没有升级之前没啥好说的 就是一个白板 移动速度是6点 倒是还非常快 性价比方面倒是中规中矩 最起码比半兽人这种弯囊废墙 升了级之后一切就变了 作为一个可以连射两件的远程兵 杀杀力翻倍不说 移动速度也是达到了7点 但是价格呢只贵出来了25金币 我只能说是用缴定出来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觉得比原版元素成那个800块钱的魔法元素还要夸张 哪怕是只给大精灵提升一点移动速度 他都值着225金币了 人家神射手获得了一个连射两件的能力之后 人家直接贵出来了50% 你这刀好直接贵出来了一个零头 225金币 我觉得大精灵卖275或者卖300 人们都不会觉得他贵 生命值低杀伤力很高 这种东西就是天生的高仇恨值目标 不会转世重生之前带大精灵出去打仗 还是很伤的 四级兵是飞马 一个战斗力非常差劲的四级兵 但是人家壁垒表示不慌 虽然战斗力比较差 但是卖的很便宜 每周的产量也是5个 尽管他们属性非常糟糕 但是人家机动性很强 一般来说 壁垒的前期开荒 依靠半人马和大精灵 如果你在买出飞马之后 再带一群飞马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飞马在业界的风平非常不好 人们称他为小法师 因为有他的存在 这也使得壁垒城的绿龙 成为了最难出的小气急兵 晚来就要20个水晶 飞马这里再卡10个 二级猫发塔再卡4个 还得要30个石头 关键是战斗力也不咋地呀 和飞马的建筑条件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枯木卫士 以看似人家是由木头制成的 但是人家的建筑 不需要消耗任何木头 普通的建筑需要2500金币 升了级只需要1500金币 只需要黄金 别的队员一概不要 虽然他的工房很差劲 但是人家生命值很高 而且还有兵种生产建筑 这样算下来的话 老树相当于一周八个 并且人家还有一个神技缠绕 这个技能用来守城 绝对是非常不错 唯一的缺点恐怕就是走得很慢了 地理城和城堡不同 它不像城堡那么完美 有一些兵种也具备着自己的一些短板 但是你不可否认 无论是前期开荒 还是后期决战 壁里的水平都非常不错 接下来就是六级的独角兽 在魔法元素那个800金币的妖孽 没有出现之前 他就是六级兵的性价比之王 深渊号角里面 魔法元素的售价变成了1200金币 所以说现在独角兽 又成了性价比之王 他的攻击有20%的概率 使敌人失明 并且站在他身旁的友军 有20%的魔法抵抗力 但是独角兽本身 没有任何的抗魔能力 生命值90 移动速度也很快 升了级之后 生命值直接达到了110点 并且依然也是卖得很便宜 售价只有950金币 壁里的前六级兵 无论是厉害也好 有短板也罢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性价比都非常高 冷知识 周产价格 壁里要小于地域 壁里的兵都很便宜 再加上有金库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 为什么壁里注定要比城堡弱一点呢 因为他们的七级兵 说实话 金龙的战斗力确实不差 但是它是七级里面 仅配于古龙的湾纳费 没有升级之前的绿龙 那就更是个重量级 知道为什么游戏里面 很少有速度为10点的兵吗 速度为10点 也就是说 只要你没有战术 你无论怎么站位 它都不可能一回合下敌 当然啊 在草地上除外 这个绿龙用起来就是个应人啊 完全不如地下城的赤龙厉害 绿龙升了级之后是金龙 它唯一的高光点就是 和黑龙的单挑迎面比较大 但是人家黑龙有300点的生命值 你只有250点 并且这两条龙都是不吃复活的 不吃复活不要紧 我还能吃雷鸣爆弹呢 模仿免疫这个东西 你要么只免疫一到三级 要么就全部免疫 免疫一到四级 绝对是一个愚蠢的设计 并且如果你有金龙的话 敌方恰好有一个雷鸣爆弹 他们往往就会直接往金龙身上招呼 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关键是生命值只有250点 简直就是专门为雷鸣爆弹准备的 哪怕是敌方的金龙 你们有雷鸣爆弹 你也喜欢往他身上招呼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战斗力倒是还可以保证 这就是壁垒城 英雄的强度比较高 而且开荒没有压力 英种的性价比普遍偏高 而且有金库不缺钱 尽管不如城堡那么简单突爆 但是也毫无疑问 他是一个强大的种族 本期视频制作不易啊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 并且点个关注 谢谢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